2020年疫情泛滥的时候,我们居家避疫,反倒有了更多亲近主的时间。 在葛世姆的带领下,经过了七个月读完了LT门讯。 非常感恩这么多牧者背后的付出,让我们属灵上才有了长进。 毕业后,我们小组的有人参加土耳其短宣,有的人参与了短宣赞资助,还有的人成了每天在背后祷告的勇士。 我的第一个收获是因着被爱学会了去爱。 在这三个月的Pre-DT,八个月的DT,还有七个月的LT学习中,我每天被姐妹们无私的爱包围着。 每次聚会,都有蔡世姆精心准备的点心,汪达熟缝姐妹轮流做的美味佳肴,还有葛世姆的精美礼物。 姐妹们分享的亮光也特别重要,是我们自己读经无法领悟出来的。 我们从不熟悉到亲如家人,就经过了几个月的门讯而已。 我们都背了好多经文,当这些经文用到我的福音朋友那里,一颗颗受伤的心灵都得到了莫大的安慰。 就像一颗颗灵丹妙药,翻转我们整个生命。 当我们因着被爱学着去爱别人时,基督加给我们的力量是无比的强大,神的爱会在我们的话语中彰显,在我们行事为人中掌权。 记得刚信主持人闹了不少笑话。 月语堂的玫瑰特姐妹开车带我来教会,三年风雨无阻,非常喜乐,从不怕麻烦。 我还以为教会会付给她油钱呢,后来才知道,那是一份低调的不求回报的爱。 第二个收获是家人获得了健康。 我的四岁半的外甥女得了白血病,经过了弟兄姐妹一年的祷告,得到了神全然的医治。 感谢赞美主,因为这件事,我的家人有四位从此信主了,哈利路亚赞美主。 经过每天做作业,写读书心得,让我们的脑细胞又激活了,不再提笔忘字了。 第三个收获是与神的同在。 几年前我在懵懂中受了喜,当时有几个姐妹特别会祷告,都是用经文在祷告,我就特别的羡慕,感觉她们真是胸藏纹墨怀若骨,富有经书气自华。 那后来在门信读经的时候,读到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,耶稣站着高声说, 人若渴了,可以到我这里来喝,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,从她府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,我做梦都想,有神的话语像活水江河一样流出来。 信主之初,我的生命没有什么改变,依然是喜欢挑剔,爱抱怨,那上了门讯班以后才变成了爱祷告, 对神有信心,懂得了受洗的意义。 在罗马书六章四节说,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,和他一同埋葬,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,有新生的样式,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 那我第四个收获是随从圣灵,我们学会了随从圣灵而战胜肉体的私欲,我们相信,神若帮助我们,谁能阻挡抵挡呢? 这是在所有试炼中,扶持我们最重要的支柱。 我们知道自己基督徒的身份,行事为人,就会常常用属灵的眼光,定睛仰望在我们看不见的事情上,会将财物用在不朽坏的地方。 我们还系统地学了带领查经,什么是演艺法和归纳法查经,也提醒我们每天固定的时间灵修,不吃隔夜的玛拿。 我们都成了被唤醒的平行徒。 门讯的好处实在多,整理出来能装一车,你若不相信,就亲自来试试吧。